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都是非常有名的教父 在1900年前 其实教会因着外面许多的压力 坦白说 组织性不是很强 所以在那个时段没有一个领袖可以这么宣告自己有特别的权柄来带领众教会 不过在历史里头我们看到在不同的地区 在不同的时段 神为兴起不同的领袖来帮助教会 带领教会 有时候这些帮助有些带领是不太正确的 或神许可 这些领袖们被他使用 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三位 我们按着什么方式呢? 我们就尝试了 按着他们的年龄 从最古老的开始 离我们最远的开始 第一个是谁呢? 第一个是在祖后130年到202年的Ironius 他是谁呢? 他是教父 他是一位在法国服侍的主教 在什么地方? 在法国这个区叫里昂区Leon 在那个地方担任牧者做教导的工作 他本身是小雅西亚的人 土耳其人 是梅纳人 他是玻璃甲 他才记得Polycar的门徒 那为主寻道的 过后他和他老师一样 也为主寻道 这位阿日纽 他如何正面的影响教会呢? 其实他通过他的著作 例如什么? 例如《反教义》 这本书 还有《使徒教义》的证实 这些书籍是贫富圣名的书籍 在那个时代 《爱人女》的神学是非常保守 非常浓入圣经的 他反对哲学的推论 他不建议说我们借着哲学来认识神 来推论神 乃是借着神自己的话语的启示 最好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 通过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了神 你可以这么说 他是教父时代的第一个神学家 他的思想被教会 中教会使用 一直到如今 我们还在借用他的思想来发展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们可能还记得 我们在谈论异端还有极端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四个宗派 爱丁派 Ebionism 马吉安派 Amarcionism 诺斯底派 Nosticism 还有 蒙塔努派 Montanism 所以可能我们可以问问自己 在爱人女的时代呢 他最针对他必须对付的异端是哪一个呢 答案就是诺斯底派 所以当他在写这本著作 就是反异教的时候 Against Heracy 这本书的时候 他在这里所讲的异教呢 是诺斯底派 所以你就可以明白 诺斯底派说肉体物质是不好的 那么爱人女的那本书呢 就在解释了 说神的创造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圣经自己这么说的 不但如此呢 爱人女也强调说 神借着历史的现实 物质的历史 来执行他救赎的工作和计划 这就是圣经主要的信息 这就是我们今天认为的圣经神学 所以为了更帮助 更实际上的帮助这些信徒们来 来对父来抵挡这诺斯底派 阿人女就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他说当信徒们我们有疑问的时候 他鼓励他们来询问牧者传道人 所以同样的 到了今天也是如此 鼓励大家 如果在真理上有疑问的话 可以尝试和我们分享 所以阿人女他为了这样 他就常常的解释 常常的解释说错误的可怕性 所以我们来听听在这本书里头 他怎么样的来解释 来形容这错误的教导 他这么说 他说错误的教导 从来不会公开自己的败坏 恐怕被看穿 相反的 错误的教导 往往穿上吸引人的衣裳 借着外貌来显得比真理更加的吸引人 为了欺贫谁呢 为了欺贫那些幼稚的人 这是阿人女牧师说讲的话 所以欺贫丢解民们去帮助人 他们一个谦卑的事情 当我们在网络上 在哪里听到一些教导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和教会的传道人 坐下来打开圣经 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 什么话 怎么的来解释 怎么的来看待 现在我们来思想 来认识第二个早期教会的教父 他在于组后155年到组后220年 在北非 非洲的北部那个地方 侍奉 是一位领袖 可能在这里卖一个棺子 还没有说他的名字之前 想问大家 大家想不晓得这个名词 神学名字 Trinity 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个英文名词 是怎么来的呢 既然圣经没有这个名词 那么这个名词必须从历史里头 从人类的发展 教育的发展而来的 而这个名词呢 就来自于这个第二位人物 这个名词 的拉丁文是Trinitatis 所以你就可以听得出了 英文我们叫做Trinity 是谁首创的呢 是一个才子 是一个很有能干的 一位基督徒 一位教会的领袖 他的名字叫特徒良 特徒良 所以挺容易记得 特徒良 开始使用这样一个名词 所以特徒良是谁呢 历史学家觉得他是早期教会可能是最伟大的著作家 他在早期教会也或许是最有见识的人物 因着他的拉丁文作品 拉丁文作品大大的影响西方的教会 所以请问特徒良 所以请问特徒良多么有才干呢 你听听看 他是在北非事奉 我们晓得 他是一个道德家 他是一个护教家 他是一位神学家 他也是一名律师 所以你想他何等的聪明 很厉害的一个人 非常有恩赐的一位教会领袖 他在主后一百九十年左右信了神 在主后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年就写了这本著作 叫做《护教论的Apology》 可惜的是这位弟兄 这位领袖呢 他热心于蒙塔鲁派 蒙塔鲁派 所以他强调蒙塔鲁派的神学 这是很可惜的 最终他回天驾的时候 他是在死在教会以外 我们来到第三位领袖 我们认识了爱热女 我们认识了特徒良 现在我们来认识第三位 第三位教会的领袖 他的名字叫做奥利金 这位领袖呢比较特别 他帮助教会 他对教会的贡献可惜的是 多半是负面的 多半是错误的 他在埃及的北部的地方 亚历山大大臣是否奥利金 从祖母185年到祖母254年 可以算是教父之一 不过他走向异端 为什么呢 因为他相信的佛音 就是所有的灵魂 所有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人 无论你是信主的 你是不信主的 你都会得救 所以你甚至可以这么说 我们讲的普旧主义 universalism 我们说普旧主义的开发人 有可能就是奥利金 他认为什么呢 他认为日期满了 日期满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会从罪的刑罚当中 被释放 将回到神那里去 所以奥利金称这为复原 所有的人都必得救 甚至什么呢 奥利金还甚至相信 魔鬼一天也有可能被得救 所以这就来到 为什么教会历史学家 会觉得奥利金可能 带来教会的影响 多半是负面 不过与此同时 我们也必须承认 奥利金在学术上 大大的帮助教会 怎么说呢 奥利金很看重 这研读圣经 查经 所以因此呢 奥利金完成了一个巨著 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 我们叫做六经 何必 所以这个巨著呢 就把旧约的希伯来文 还有新约的希腊文 和不同的译本 排列起来 成为一个圣经的版本 这个呢 就是在早期教会最大的 一个圣经学术的作品 圣经学术的作品 或许奥利金影响 较为最大的 是他看待解经的角度 他怎么解释圣经呢 奥利金强调四方面 四个层面 奥利金说 第一个层面是圣经的直接意识 就是说这段话的处景 这段话的上下文 这段话的避史 它的原文 这是第一个层面 不过奥利金强调 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 第四个层面的存在 他说第二个层面 是属灵的层面 是这段话 对我们个人而言 有什么属灵的特别意义 第三个层面是 这段话 对教会而言 有什么属灵的意义 第四个层面是 这段话 对末世 对耶稣基督再来而言 有什么属灵的意义 所以奥利金的出发点是很好的 它是希望帮助听众姐妹们 帮助教会更深入的来思想神的话语 不过可惜的是 当这个思想开始普遍化的时候 它带来一个不好的后果 那后果就是在那个时候 再也没有人 再也没有人可以说 这是这段话的重点 这是这段话的意思 因为意思和重点 已经成为因人而义的一个东西了 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 第四个层面 都是什么呢 都强调了这属灵的个人的领受 个人的看见 所以既然是属灵个人的领受 个人的看见的话 那么意思 这段话的意思 再也不是怎么样的清楚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优优姐妹们感谢神 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 多三位早期教会的领受 来认识 特土良 还有奥利金 谢谢大家